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点击追剧 正片花絮一网打进 精彩不遗漏 散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 欢迎 集集都好看 看看非正式 平平都好喝 喝喝 养乐多 本节目由 人人都爱喝的养乐多 独家冠名播出 今天养乐多了没 养乐多了 怕图层容易脱落 用康巴赫蜂窝锅 本节目由 高端厨具品牌 康巴赫 贊助播出 OK 大家好 今天女孩 好 謝謝 康巴哥 康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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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肯萌 肯萌 提起来了也需要哄一哄的 会长大佐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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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搞怪从来不累 猛男见了都要落泪的 副会长杨提 我只是照本宣科 我没有理解啥意思 我真的不懂 猛男见了我要落泪 为什么 散不过你的哭泣吧 这是因为啥 没明白 哈啰 大家好 你是谁 哇 哇 哇 有新朋友来了 掌声欢迎 哇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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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回来了 我是说话声音很大 实力把你惊吓 立足叫陈铭 来啦 笑着啄 每次都改自己的台本 我是从不嘀嘀咕咕 实力不可顾量 谁写的 就是那个猛男写的 十二个字三个鼓癌 欢迎我们新朋友陈铭老师 欢迎 欢迎 回家的感觉真好 得了吧 外面交多的是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文可开评盖 五可篮球赛的书记官秦超 你才是真的可萌可萌 我觉得 我怎么萌了呢 在才华方面非常地烦力 那倒是真的 好 以上就是我们非政治主义团的 六点五版本 要跟大家一开始来汇报一下 因为其实我们这期节目的录制 是在我们第一期节目 第二期节目第三期节目播出之后 我们才开始录到 真的 也就意味着呢 你们第一期提的意见 我们这期才看到 对 可能又被骂了好多期了 你已经 终于换椅子了 现在... 又骂了又冷了 但是还要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给大家 换椅子了 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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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没有拿到那个奖 你们做什么呢 有办法 有了 我今年发生最后的一个事情 对 但是讲实话 其实跟你没关系 是观众发脾气了 对 跟你...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但是观众发脾气 也是因为唐小强的Vlogger 先开始的吧 对... 这个影片的问题 大家已经就我们解决了 但还要再跟大家讲一个问题 我们这次呢 没有 练习的观察团的成员了 好不好 好 可以... 在这边呢 我们虽然是第七期了 但是对于前六期观众的 一些批评跟指证 我们在这边一定地表示 我们的感谢 谢谢 谢谢 虽然今天换椅子了 但是有一位代表呢 依旧是无福销售 那就是其实最需要换椅子的 来自于日本的主内亮 对 主内亮老师呢 因为工作的关系 是吗 我以为是就是因为 一直不换椅子 因为交肩盘突出的关系 身体本来就不是那么突出了 所以缺席了我们本次的录制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欢迎到 另外一位老代表 缅甸代表欧的回归 好 没想到我又变成前堂 最老的代表了 对... 怎么又回来了 别的节目录完啦 还没... 留在那里有好累啊 怎么样 你知道我们想啊 干嘛又回到我们这种小破棄 你至少在那边杀到的很好 好吗 其实唐小乔 我跟你讲一个实话 我跟他们说了 不用写 妈呀 这一次 而且欧总虽然是一日代表 人家只比陈老师少参加一期节目 对 因为我当时那个椅子 也是参加 李老师以为她的话题少就结束了 没想到穿上椅过来的 不要麻烦我怎么说你可萌可萌呢 我就可萌可萌了 来 各位 接下来我们要欢迎到的是 今天的 X-WOMAN 来自于埃及的 NANCY 好联系 好联系 漂亮... 好联系 NANCY 好联系 好联系 欢迎... 主座 来 NANCY NANCY跟我们所有的观众 来打个招呼 嗨 大家好 我是NANCY 我来自埃及 在中国大概有十年了 十年了 在中国十年了 所以沐小龙认识啊 见过一次吧 我们也不想见面了 我感觉她不怎么说话吧 我们知道的是同一个人嘛 她都挺不下来讲话的时候 对 那可能她当时就是我们是埃及人 然后她可能有点害羞 然后我也害羞 没跟她聊天 她在埃及有名吗 没有吧 别戳戳人家沐小龙的 在节目上的谎言 没有 所以我问一下 NANCY 你有看过我们的节目吗 对哪个代表影响比较深刻 我看了节目 然后我影响最深就是 土耳其 唐小强 你有 我觉得她讲故事就很厉害 然后反应很快 真的吗 然后就很搞笑 没有人错人吧 还有不怎么爱说话的 顾思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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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印象深刻 跟你说话呢 目前吧 确实不怎么爱说话 她不说话她也没什么尽头啊 你怎么会对她印象比较深啊 对 比较深嘛 就想知道这个人 为什么在这儿坐着呢 就想知道这个人 背后肯定有故事 然后就是感觉 主要是顾思达讲的故事 我们不是很方便播 一般不说 说了还播不了 对 那天真的有好多人 跑来问我说 她到底讲了什么 对 所有人都问了 然后把这个视频 放慢了 也 你把这个视频放慢了 读成语是吗 对 这些秘密我只能 吞到我的肚子里 其实我话算是 还是挺多的 就是都被煎掉了 你现在才回答 她最早那个问题吗 对 对 反应不过来 什么 A few years later 来 接下来呢 我们要请出今天我们的飞行嘉宾了 这位飞行嘉宾呢 最近我们经常看到他 因为他在网络上 真的非常的有关注度 而且呢 最近也是热度暴涨的一位歌手 同时他也是非常优秀的 短视频的创作者 让我们一起欢迎到的是 韩佩全 有请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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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韩佩全 很开心在这里呢 和大家见面 我来自中国 我是中国的 Superstar 一直以来别的嘉宾坐在这边 我都会跟他们讲说 怎么样 第一次见这么多外国朋友吧 但你应该是很有这方面的经验 对 因为我们在那个 之前那个男团节目里面 然后都是国际学员 我们也是做一个国际男团 是 比如说我上个厕所的时候 左边的人会跟我说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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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右边就 你好 我的喜欢 然后你从厕所出来的时候 那马上就会来一个泰国 你好 你好 你们沟通 主要是在厕所进行的 对 伊之赖也是 之前在我们这个节目 对 也在我们那里 你跟他熟吗 我跟他还好 还好 真的 拜 拜 为什么 磁磁感这么低 在外国人里面 不算热度最高的 对 没有 其实大家热度都蛮高的 很热 一血不热 我想问 你觉得三十七岁的 我可以去 试试一下吗 他快40了 真的吗 我会跳 可是不太会唱 但长相真的可以 但是按年龄可能不入标准 还以年龄的 有的 有的 三十 那你不行 太远了 我们去不留了 对 我觉得叉笑可以 叉笑他现在心里 憤憤不疲 对 前两年跟我在那个吃饭的时候 跟我讲说 佐伯哥 我现在俄罗斯第一 热度已经没有了 又低不行 对 但是我不适合参加选秀 是 今天我们要特别欢迎 我们的Nancy 还有韩佩玄的到来 欢迎 那接下来我们要宣布的 非正式会谈 第六点五季 第007次会议正式开始 正式开始 首先要进入到今天的 就是全球文化相对论 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 首先从一个数字开始 叫做一百 因为人类自从结成计数开始 好像一百就是有一个 非常特殊的一个意义 它像是一个数字的一个总结 同时好像意味着一个新的开始 说实话一百年这样一个时间 在人类历史的场合当中 它可能真的不算特别地长 但是它在这一百年当中 我们中国 大家尤其能感受到 真的中国的社会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人民的生活水平呢 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一个提高 所以我们再回看 过去的这一百年的时候 其实我们能够更加地清晰 和明白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为什么能够拥有今天那个原因 到底是什么 所以今天我们全球文化 相对来要讨论的内容 就是问问大家 在过去的一百年 你们的国家 都有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呢 很多... 来 我们首先来看看 美国发生了什么 美国一百年前有吗 我也不知道 四百年 什么字都不知道 我们也是太短了 所以一百年前 美国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法律 还有我们特别喜欢 起诉其他人 所以最常说的一个就是 对 我很喜欢这么说 所以一九一七年 有一个亲子 告上了她的老公 去那个法院 因为她六个月都没有洗澡 Oh my God 所以显然是因为她的老公 有点胖吧 一百二十公斤 比哈利还胖 Oh my God 她就... 我没有放吗 她每一次进那个雨缸 就没有地方可以放水 那不可以站着洗吗 好像那个时候只有雨缸吧 我不是... 我不是那么老 我不知道 所以本来洗不洗澡 是你自己的事情 但是最后却让法院 命令她洗澡 她自己洗的还是警察给她洗的 警察给她洗的 对 他命令她洗的 是自己洗的还是洗的 警察给她洗的 然后她迷上了这种感觉 走走走 我家有人不洗澡 还有一百年前 我们美国的汽车 是世界上发生得最快的 所以有一家公司是Ford 那个时候是世界上 第一个用流水线 那个衣服 生产出来一个车 一個車 當時那個年代 二十年代 賣出了一千五百萬輛車 所以紐約到處都可以看到 這輛車 而且美國很喜歡基建 所以我們有基建 一百年前 一百年前 OK 所以除了汽車之外 我們美國人當時也有 世界上最高的樓 就是那個這個建築 這是帝國大廈 這是一百年前嗎 一百年前 對 我發現紐約好像很多高樓 都是那個年代建的 到現在還是 一百年後的照片跟一百年前的 並沒有什麼太明顯的差異 這張照片確定是一百年前拍的 還說你現在拍的 把它處理成黑白的 我被拍的 現在差不下一個綠地圍了 真的 這是一百年前 所以就算是一個基建狂魔 我們特別那個時候 特別喜歡建東西 所以因為 不是建東西 建設 建設房間 建造 好 謝謝老師 一百年前 美國發展得特別快 還有每一個行業都是這樣的 所以那個二十世紀 二十年代 被稱為一個 是因為我們的發展是 像一個跑笑火車 向前跑 你們應該 跑笑年代 其實應該是很值得 你們回憶的一個年代 所以很多的電影 有很多都是 對 講述那個年代的故事 很多故事 在這個時代背景之下 對 好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一下 龔碧陽 阿根廷 就是我們那個時候 一百年前 還有可能多一點 我們那個時候非常有錢 就是阿根廷是全世界 最土豪的一個國家 然後1891年是 全球GDP第一的國家 這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是哪些國家 在你們國家 我真的是要看自己的本人 我覺得是最重要的 比如說 有一個很有意思的故事就是 在1900年的巴黎師博會的時候 阿根廷館非常的土豪 然後是世界第一 那個時候得到的那個 反正就是非常奢侈 然後把這個東西 運到阿根廷過來 從巴黎運到阿根廷 然後在阿根廷 重新把它組裝 所以就是那個時候 阿根廷非常有錢 非常土豪 然後呢 那個時候最流行 是在歐洲的移民的一句話 就是北有美利堅 南有阿根廷 所以那時候的布宜諾塞里斯 真的很牛 就是跟紐約 是嗎 所以我真的是 很佩服那些選的阿根廷 什麼 好可憐他們 好可憐 你沒趕上好時候 選錯了 對 選錯了 然後呢 比如說有一些對比 比如說 紐約在想建羅克特里中心的時候 阿根廷已經建了一個 比它還高的樓 美國石油公司在建第一個 一公里的石油廣道 阿根廷已經建了35公里 布宜諾塞里斯的地鐵 是拉美第一 波士頓銀行第一個在國外開的分行 就是在布宜諾塞里斯 福特汽車在國外建廠的時候 第一個選擇的是布宜諾塞里斯 巴黎 倫敦 所以真的那個時候很繁華 那現在呢 不要說 不要說 你們都知道 對 其實偉大的時代 真的是來之不易的 但怎麼樣守住這個偉大的時代 其實是一件很難的事情 是的 所以經常我們都說 我們要共同地努力守護自己的家園 所以阿根廷就是一個反例嘛 就是不要學阿根廷說的東西 對 好 再來看一下歐歐 我覺得節目組是把我放在他們 兩個後面虐我的 因為一百年前 緬甸沒有什麼汽車什麼這些東西 可是你知道嗎 緬甸人就是人厲害 所以當時我們手工就是很厲害 你看 這個是 我們當時的寺廟跟房子 都是用手刻出來的 這些都留下來了 是不是 對 到現在還在 因為我們緬甸有很出名的木 叫油木 這個木是放在水裡面都不會爛 所以它可以建房子 然後它不會爛掉 所以下雨 曬完全沒有問題 不長蘑菇那種 所以這些房子都游得很好 到現在你過去的話還可以摸 還可以上去 這是很自由的 你這個是從這個精細化的角度 戰勝工業化的角度 對 有文文和科技的PK 藝術是美 再來看一下不怎麼愛說話的故事 一百年前 那個大家都知道南極嘛 哪裡 南京啊 南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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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北極跟南極嘛 南極 我還以為他說南極 我以為他說南極 南極 南極 南極嘛 然後他就組織起來了一個探險隊 然後就去了南極 然後就變成世界上第一個去南極的人 比較有意思的一點 就是當時還有一些英國人 他們也組織起來了一個探險隊 是 但是英國那邊處理一些很嚴重的一些錯誤 就是他們帶來一些那種現代的一些工具 就是工藝革命之後才有的 比如說他們帶來一個拖拉機 拿什麼石碑之類的東西 他們那個拖拉機一到南極 那邊這個環境 所以那個很快就崩潰了 他們也好像帶來雞皮馬 那個馬很快也就死了 後來人又死了 英國人全部都死了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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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位人們 我們是依靠那種比較古老的 有的一些技術 我們那個 如果讓我們是那個探險家 他提前去了那個 那邊根據一些 現在阿姓們跟他們生活了一段時間 然後學會了他們這種生活方式 怎麼在這種環境生存下去 對 大概大概就這樣 應該是第一個被記載的 這個就是我們某位那邊的驕傲 我們小學就會學到這個故事 都會學是吧 對… 特別強調英國輸了那一點 真的 明明還沒學吧 這個應該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第一個被記載的 我估計的話 沒有… 因為我們靠近嘛 就很近 我的意思是說我覺得這個 其實沒有什麼值得學習的內容 就是一個小事情 反正我不會學吧 就那一次而已 那一次 就想補充一點 就是其實第二個到達南極的那個人 也很偉大 也很值得記念 因為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就是美國有一個南極科考站的名字 叫做阿蒙森斯科特站 阿蒙森就是到達南極的第一個人 他是挪威人 然後第二個人叫斯科特 他是一個英國人 其實他們兩個人的時間相差 只有一個月出頭的時間 然後當時這個英國人 就斯科特 他是懷著這樣一個壯志 要第一個登上南極 但是他沒有完成這個願望 而且他們的損失特別的慘重 最後一起去到南極點的時候 只有四個人留下來 但是他們到達南極點了之後 發現那個土地上 已經插上了挪威的國旗 氣死了 特別地崩潰 然後是在回城的路上 遇到了南極特別極端那種天氣 所以他們當時是四個人 全部都犧牲在了 就是回城的路上 所以後來也是為了紀念這兩個 都很偉大的先驅 所以美國人才會把他們的這個科考站 命名為阿蒙森斯科特站 等於這個名字 同時紀念了這兩個人 還是可以學習一下 對不對 可以學習了 好 我們再來看一下Nancy 你有什麼樣的故事 跟我們來分享 埃及 就是埃及一百年之前發現了 最世界最偉大的 就是考古發現 就是唐坎文的墓葬 然後出租了很多這種文物 就是很增進的文物 還有這個黃金的面罩什麼的 對 我超愛那個面罩 對 然後當時在開羅 你就是大街上都可以買那個木乃伊 大街上買木乃伊 摸來個玩具嗎 還是真木乃伊 肯定不是有大人舞的 或是有文化的這種 可能就是那種庸人 買回家幹啥呀 他有些 對 紀念品收藏松人 然後還有 有些人就是摸成粉做藥 天啊 其實其實不知道會不會是 這個故事越來越誇張 別說小事了 來看一下南非阿樂 我們埃及代表也是說 一百年前有這個穆阿姨 但是我們在南非一百年前 有全世界最大的一個鑽石 叫庫里南鑽石 你看看啊 你看看自己的手是幾個意思 真小 比一比... 我來幻養的代表是什麼樣子 對 歡迎來拿這個 一個真的的鑽石 對 這麼大 那它有三千多的 三千多克拉 三千多克拉是什麼概念啊 我跟你講 男生戴的一克拉 都很誇張了 三千克拉 三千 多重啊 六百多克 舉著走 一斤的鑽石 所以說在南非那個時候 一百年前 很多的歐洲和美國的公司 來南非發展 覺得什麼地方都有這個鑽石 那個時候是叫 想問一下這個石頭 現在在哪裡啊 是不是被英國人偷走了 對 是不是 應該是吧 是的 英國人去哪裡都 偷哪裡的石頭 我那眼睛出了 最大的虎寶石 也在英國 對 我不作算 還有埃及的東西 我等一下 埃及的石頭也有 你看全都在他們家 全都在他們家 我快點還回來 是不是 對 放過歐陽山 也不在他家好不好 他好像在女王的權杖裡面 在他的身材 對 眼睛的虎寶石 也在女王的那個 真的嗎 對 是女王 真是的 對 所以我在中國的時候 很多的新朋友覺得 阿樂 你是南非人 是不是你那邊 都有那麼多的裝飾嗎 你自己有裝飾嗎 我自己的家人的那個 我媽媽 爸爸 徒弟 還可以是在河邊上 但是那邊 挖到過沒有 你回答他 我們家已經挖過了 沒有 那邊 目前沒有裝飾 但是有Minerals 有也是其他的 來 我們轉業開礦的 來 可以啦 把他們家挖了 我們畢竟缺礦商缺資源 歡迎來南非 對... 所以南非一百年前的這個 金 鷹和裝飾 比較好 而且到現在是全世界 最多的出口的金和這個 裝飾是從南非那邊 阿樂 家裡有礦 好 你忘記了一個東西 你馬海毛也是南非處子最多 我們在夜裡的東西 我們哪知道什麼東西 來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一下 俄羅斯 莎莎 一百年前 我們俄羅斯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十月革命 你說這幾個字 我感覺我要考歷史了 對 它是由俄國工人階級參與 列寧同志 就是領導的一場社會主義革命 所以說蘇聯呢 就是通過這樣一場革命 誕生的 然後在那個時期 為了宣傳無產階級的一些 思想和口號呢 我們會在做一些 和老百姓日用品上相關的設計 就是這些盤子 紀念品 這裡有 印有列寧同志的這個頭像 然後還有一些 像工人的這個斧子 代表著無產階級等等 但這些不只是在盤子上的 一個宣傳內容 它代表的也有很多的 領先於世界的一種設計感 包括我們的建築 然後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是一百年前的建築 這個是機器人和技術控制 中央研究院 現在還在是嗎 對 在聖彼得堡 還挺特別的 一百年前 好漂亮 然後這個是太陽爐 在烏斯比克斯坦 然後這是一個療養院 在黑海邊的一個療養院 這個摘一看 我還以為是意大利羅馬呢 算別那個 對吧 然後這是典禮宮殿 在蒂比利茨 所以說我們當時這種現代藝術 是領先於全世界的 還挺特別的 因為我們印象當中的俄羅斯建築 應該都是 類似於像紅場周邊的那種建築的感覺 對 但這些好像的確是 你放到今天看也是挺先鋒的 時髦 莫斯科像是一座建築物修建的鐘表 這個區馬上一看 這是上世紀二 三十年代 然後充滿了雄奇的想像力 然後四五十年代 整齊化衣 六七十年代 那種紅色非常寬的 然後代表著不同的審美 列寧的 然後斯大林的 到戈爾巴喬夫的 各個年代的審美 所以那個 就一條街 中央大街 順著走俄羅斯的時候 看到了就是穿行歷史的感覺 非常酷 好 再來看一下小強 土耳其 一半年前就奧斯曼帝國沒了 所以土耳其公和國建立了 然後土耳其公和國建立的時候 走下來很多法律 然後那個時候呢 我們的人名沒有姓 沒有聖誕 就是只有父母的名字加上去 他的爸爸的名字加上去 就名字加名字吧 對...就是那種 就誰的兒子 誰的孩子 什麼什麼人 但是呢 人口越來越多 畢竟建立了一個 就是土耳其公和國 覺得我們說現代一點 然後方便一點 然後開始給所有的老百姓 就給姓 然後給姓的時候呢 看他們的就是前輩做什麼行業 對 行業 然後呢 從哪裡來 按照這些東西來給姓 但是呢 給這種姓的時候 就是莫名其妙出現了一些 比較就是好笑的 或是奇葩的姓 比如說我出眾的時候 有一個同學 他的名字是 歐斯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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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斯曼就是意思是說 對... 他就是前前輩開麵包店的 所以就是確實他們自己也開麵包店 做了已經第三代 對 你自己呢 我的是卡爾曹 因為我們是來源是那個 那個歐斯曼 你知道歐斯曼嗎 歐斯曼 歐斯曼那邊的一個山的 就是一條山的一個名字 所以就是我們從那邊來 一條山 所以就是去給我們這種的一個心 然後就有各種各樣的 比如說那個... 像高中的時候有一個同學 他的姓是小偷 這真是祖上雞子的樣子 要出得坦白嗎 他...我也不知道 怎麼會出了這個名字 但是呢就是 二、三十年之前 來了一個新的法律規定是 不能去莫名其妙的姓 好浪漫 這個笑話也有一百年了 不要急 不要急 其實剛剛我們回顧了一下 各個國家一百年前的一個歷史 你會發現一百年前 很多人的一些 可能一個決定 一個舉動 真的是會 一直影響到今天 比如說現在的中國 一百年前真的是很多先輩們 他們的一個決定 加上這一百年間 無數的先輩的努力 才讓今天的中國 有了如此的發展和成就 以及這樣的面貌 是的 所以其實我們回顧這百年的歷程當中呢 也是讓我們更加有信心的 站在一個新真誠的一個起點上 我們這一輩也會 繼續的努力 是 加油 好的 各位 接下來我們稍微來放鬆一下 我們一起來玩一個小遊戲 有請各位 喜歡 好 進入到我們今天的 拔蘿蔔的一個遊戲 我在比賽之前有一件事情 嚴肅的跟大家來講一下 怎麼呢 這個床墊 不要把這個膜搞碎了 對 我們一會要退的 對 這才是最正的 我會盯著誰摳破的 誰當場買下來 OK 這個價格應該在 五千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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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千 說不定今天就拿下了 OK 原來兩千 先猜拳誰攻誰守是吧 石頭剪刀布 不要打 你不能這樣子啊 對 你沒有鎖一二三號 石頭剪刀布 好 石頭剪刀布 好 1比1 石頭剪刀布 對不對 好 你們這邊獲勝了 歐陽森來吧 我們派人拔吧 不是 你們誰躺在地上認人拔 你是躺 你是蘿蔔 你是躺在那兒的 我是代表 我是代表 你是代表 你是躺代表 不是 我... 誰 不是 要看看床墊 沒關係 是他嗎 不行 床墊 床墊來了 他來根本... 不是 見尾一個人嗎 沒有 很好吃 沒有 副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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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白心 我還不知道櫃子 怎麼樣 他把我什麼 OK You can you don't touch my hair Can you don't touch my hair 剛剛搞了好久 搞了好久 好 一分鐘 計時開始 來 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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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腿要灌了 好可怕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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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衝 不要衝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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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機會 還沒抓 抓 牛奶奶 氣口 還可以 別動他 別動他 時間到 別動他 爸爸 做氣成縣髮 你做氣成縣髮就好 還OK 我感覺我剛才做了個正題 我感覺我嘎吱嘎吱 我告訴你 我覺得剛剛 最好的友誼 你知道是什麼嗎 他的那個褲子都快被穿了 對啊 還不像June抓著你褲子 小姑娘 真的非常無聊 對 什麼 英文人不講武就好 英文人不講武就好 來 我好怕 各位 來吧 我好怕 你為什麼一個兒科醫生 要殺人的感覺 對 我教你們 今天我教你們 阿樂是真的會證賭 5 講4 3 2 1 開始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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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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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2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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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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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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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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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恭喜你們 謝謝 恭喜 恭喜 恭喜